天桃园的替补打蛇廖建復在中信兄弟左投手的保拉的反击三分球后,回到休息室与队友机长庆祝。 图鞋献乐天桃园提供,每周网王TWONT第34届华人职业棒球赛季昨天拉开帷幕。 揭幕战队阵去年的台湾赛,吸引了18395名球迷。 依靠替补打蛇廖建復反身三分命中,中信兄弟四很现意惨败,抢下,开门红。 前六局桃园进攻比兄弟们多,但总欠缺收尾。 信仰投比达尔在第三局被越东华和江坤宇击倒,丢掉一分。 这位在中职出道的主力投手,六局六投六中三阵,两次保送,四次安打,只有一次跑累。 随后,他得到队友的活力支援,拿下了自己在台湾的首胜。 抓住机会完反转秀七局落后的桃园发起反击。 一出局后,梁家荣被送回基地。 宋家祥在天一曲,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首曲。 这时,桃园队决定使用替补机球手料建復。 右外野三分大炮,第八局林立淘汰奖中成手下的阳春大炮,稳住胜局。 我认为这是一个机会。 主教练曾好久在赛后提到,球队整场比赛都没有做好系列赛的进攻,只是司机使用替补上场。 晋升之后,就是这支队伍,大家尽力完成任务,胜算就会增加。 本场比赛前,德宝拉职业生涯的命中率为234%,而廖建復对阵德宝拉的命中率为265%。 能够笑话他,也算是巧合了。 他认为自己对德宝拉的数据不是很好,只是想抓住机会,体振球队的士气。 陈陈薇踩垒尴尬在昨天的比赛中,还出现了罕见的漏垒情况。 陈薇在第三局上垒后试图偷垒。 他想趁接球手传到二垒的机会进攻三垒,结果脚被泥土卡住了。 误以为自己踩到了垒,最终被叫了出来。 赛后陈薇被问及此事时,自嘲道,你这是问什么丢人的事吗? 他恢复了现在的状态。 过二垒时,他竟然伸脚翔踩垒,却被泥土卡住了。 出门回到后车试时,对有效称是,实大尴尬。 他苦笑道,还好这不能算是挑战,不用一直看回放。 原链接查看更多Tone文章 Luffy骗局多亿朗朗有很多求助美食的平台。 创始人与饲料供应商一位同一家族拍视频贾成真、大学生师族坠楼身亡南非的营翼杀手,从一炮而红尘为囚徒。 10年前杀女友被假释入狱,假释申请遭拒。